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就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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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下就是也还蛮甜的 嘲讽还含情默默的看着它 这可说吗 这个 你认为最甜的CP是 那肯定是悬商跟夜谭了 他俩那 世界都是小粉红小气泡 他俩经常拥抱的时候 或者是干嘛牵手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旁边 我真的 我一直在旁边 我觉得我就是现场的吃瓜群众 他们俩在我旁边 我就站在C位 看着他们酒门来 有点酸 青葵跟那个那个潮风 他们两个的现场 其实平时总会在一块聊天 在线下就是也还蛮甜的 你先给我来这个 快走 走就走 还少一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洛宁城堂 演员曹杰 我在剧中扮演的是飞驰一角 是悬商的金牌助理 你有助攻他们谈恋爱吗 那当然有 俩人谈情说爱 就非得带着我 我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他俩情情爱爱的时候真的吻 太腻了 太腻了 头皮发麻 我也不知道干点啥 我就只能数星星 太腻了 太腻了 这不是星洛宁城堂了 对呢 星洛宁城游了 所以他们拍吻戏在那种年代啊 呃 有几处在 但是我不能经常在 毕竟要给他们独处的时间 我老在那算啥事的呢 这么听出来就是不止一场游戏 老多了 没事就亲了 没事就亲了 太腻了 太腻了 我不能说他们怎么亲的 但是这个要给大家留一个悬念 大家仔细去看观星台的其中一场游戏 观星台 哇哦 还是嘲讽跟青梅啊 嗯 因为她呀的反差萌 我觉得跟戏里戏外是两种感觉 快爆料一下戏外这种 这个 可说吗 哈哈 吻戏 甜 我看的 嗯 非常的 一目笑 真的是一目笑 但是有一场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呃 本来剧本里没有吻戏 但是 那个气氛到了 是在一个牢房 吻戏 我吻你一下额头吧 青梅觉得此时此刻这个感情到了 应该接吻 但是她一个女孩又不好说怎么办呢 就要不 要不 亲个嘴 哎呀 不用 我在旁边啊 真是古海潮那个状态都不能翻白眼啊 真是然后最后终于亲了 两个人就都没有遗憾了 我觉得是 嘲讽和青葵 因为有一场戏我就看他俩对视觉得好甜啊 戏外啊 戏外啊 戏外啊对视 哎 可到了 辣炒秋葵 嘲讽青葵 那肯定是玄商和夜谭啊 我的存在 其实就是助攻啊 有人说自己才是商谈CP的助攻 谁说的 玄商的金牌助理 莫名其妙 谁助攻更烈 当然是我啊 你天天跟他多久嘛 你天天就是打架的时候在 你不打架的时候你都不在好不好 什么叫不打架的时候我不在 你在几场嘛 我在好多场 我生了1500年了 那是我 你们俩应该是被撒狗粮最多的人 我就是一个纯电灯泡 这是我传插的一个角色就是电灯泡嘛 我作为观众视角 就是我和大家是一条线上的 然后我跟你们说 看上去是真的非常刺激 咱们一整个刺激住了 当我正在磕CP是我的CP 古海潮和那个谁 潮风 潮风 古海潮和潮风 为什么 就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在戏外跟在戏里 都是一种状态 昨天牧师跟我说 他们因为要往后倒 然后整个倒在地上 然后说他倒的时候 伯哥就是古海潮 然后还在旁边扶着他 旁边三个人都是单本倒的 就他们两个 在那么危急的时刻 然后古海潮 还一定要扶着潮风 而且他们两个人说话都很有意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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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